大家好 我是小玲媽媽 今天我們要去動物園 對 原本媽媽我根本沒有這麼早想要帶小玲來動物園 是因為我們家爸爸聽同事說 媽媽群組裡面帶小孩來動物園 很有趣喔 看長頸路 因為我們今天做實驗 做實驗就來了 好可愛喔 歡迎來到台北路的牌子好可愛喔 對 小玲爸說他現在覺得有很有那種去台灣反體式影的感覺嗎 哈哈 遊樂園的感覺 欸我剛剛我上一次來動物園應該也是已經我小了 有夠久 好好出動啊 可以直接刷卡 我們在路邊 謝謝 他說悠遊卡直接刷卡路遠就好了 他說小牛爸說 一隻來要乘這個列車喔 對 車子在那裡 喔喔喔喔 那裡一路四床 哈哈哈哈 所以現在我們要去坐列車 然後一樣拿悠遊卡就可以了 ia transport 我馬上說要找你 הח爆發完 你的女孩 PIRO 陳情美 我 mand Parent 下站可以先租借嬰兒車 費用50塊押金1000塊 我們家小牛坐不了多久 就草要下來 可以猜下一步就是要討報 第一個看的是海龜 再來看的是企鵝 小牛被這些假的企鵝嚇得不要不要 溫帶動物區 不斷的 非洲動物區 小牛在身上 小牛 小牛在身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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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超大牛 小牛在身上 Mama 斑馬的台語是什麼 不知道 黑白喔 你自己有看的斑馬 斑馬的台語叫做黑白白 跟你媽媽一樣 黑白白 你去看 記得 從頸鹿看的從頸鹿吧 從頸鹿 從頸鹿 接下來看駱駝喔 接著馬來摩 最後是熊貓 哈 哈 日遊結束要回家了 心得大概就是 適合帶小孩來 對還蠻適合帶小孩 其實我對動物園的印象 大概只有停留在小時候來看 紅頂鶴跟企鵝 覺得動物園好像很大 可是永遠只有對入口那一集 比較有影響 第一次就是帶小孩來 換一個角色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體驗 這小牛其實還蠻有趣的體驗 等他多認識一點動物 我覺得更有趣的 不錯的真理的 很不錯的真的 有模有樣的一個地方 對 還蠻推薦大家來的 裡面其實還蠻多 觀眾朋友 各部的人都說 大家掰掰 滴滴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大家如果喜歡的影片 還有按讚的訂閱還有分享喔 掰掰 滴滴掰掰